好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的話 買房子的話 是不是要離港口近一點 釣魚會比較方便一點 我還記得很早以前有一個建章 他們蓋的房子非常的特別 最細質 對 最細質 你知道嗎 他講說門打開來 你就可以釣魚了 釣魚很方便 因為它外面就是一個大湖 所以你只要把魚乾拿出來 就可以馬上釣魚了 但是住在港口旁邊的話 你釣魚搞不好還會被罰錢 我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港口不能釣魚 那麼現在政府要開放50個港口 可以開放給他們港釣 好 到底怎麼回事 來 理事長告訴我們大家 其實漁港 漁港它的原先的功能 本來就是供漁床還有漁民 他們作業使用 就跟商港意思一樣 對 那只是因為過去 我們一些釣魚的前輩 他們在爭取之下 然後所以就是商港法 還有漁港法第18條 就是有開個先例 就是雖然說港內不得進行 水產裁捕作業 但是在不妨礙 就是這些船舶的安全下 就是其實可以劃定一個區域 讓一般釣客進行去捶釣 對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看到很多港口 其實還是有人在那邊垂釣 那麼實際上你如果不要 這個影響到他們的一個作業 基本上是沒有關係的 大家可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但是也有漁會是這樣子講 你是在釣好玩的 釣企圖的 釣娛樂的 但是我們的漁民三等愛狗 我們是在賺錢的 那你不要影響到我這一個 要抓魚的一個任務 但是實際上給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看一下 我們一調查我們才發現說 知識體大 為什麼呢 全台灣的話 居然有高達200多萬人 是在釣魚的 好 那200多萬人 我們如果把它細算下去的話 你看這個休閒娛樂產業 有多龐大 光是每一個人的話 10個台灣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擁有釣竿 好 那麼不只如此 我們詳細請李市長 帶我們來看一下 他今天把他的 很小很小一部分的 娛樂的用具 帶到我們節目現場 就是釣竿 他的釣具 他說他只帶了一小部分 給我們所有觀眾朋友們 來介紹認識一下 這些釣竿 我今天帶來這些主要就是 一般會在漁港會 用得到的釣竿 像這隻就是手竿 對 手竿的話 其實就是 你可以常看到 就是一些老人就是 對 一些老人就是在釣 那個臭肚魚或是小雀釣這樣 在岸邊釣的 在港內釣的 先把它伸出來 你看你真的滿長的 我問一下 其實那個導播給我們下一張 下一張的CG圖卡 我們的圖卡 我們順便給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來 有沒有看到 這一個人 年輕的布萊德比特 布萊德比特 來 布萊德比特 大家有看過 他的那個大核鏈 大核鏈當中的話 他們有一個這樣子 對不起 這樣一甩竿這樣甩出去 滿帥的 飛營釣 那叫什麼 飛營釣 飛營釣 這個是用那個嗎 不是 這不是啊 那這是幹嘛的 這隻就是手竿 手竿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 像釣的那個比較小型魚為主的 在港裡面就比方說 釣一些雀雕或是釣臭度這類的 好 那這一隻魚竿的話 是台灣的嗎 這隻有年代 這是大概30幾歲 大概應該都是台灣做的 30幾年啊 這台灣的啊 對 算老竿子了 那個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大核鏈 布萊德比特那個魚竿 也是台灣的 你看布萊德比特那個魚竿的話 那也是30幾年以前的 所以那個魚竿當時 一撥出來以後的話 引起大家的轟動 好 另外還有哪一些 因為我們一般釣魚是用生鵝 就比方說用蝦子肉 或是用海蟲 那像這個的話 他們就是用像這個 就是用假鵝去釣 對 就是模仿那個大自然的生物 然後吸引那個魚去掠食它 這能不能把它拼起來 可以 那像這隻 這隻比較粗的 那隻比較 比較細的那隻一般 我們都是用的像釣白大魚 或是岸邊 岸邊那種釣白大魚用的 這是比較粗的 我們岸邊可能就用來釣紅肝 或是鰹魚用的 這個岸邊可以釣到紅肝 對 可以釣到紅肝 OK 大概也不小 大概40幾公分也有 對… 好 這裡面的話 最厲害的是哪一隻魚竿 其實我 我覺得每隻都滿厲害 其實他們應該說 他們在他們的領域 你買的都是台灣的是不是 台灣 日本都有 對 魚竿到底 魚竿製作的話 是最厲害的是台灣還是日本 就我們以前就是代工 只是現在因為就是一些 成本的問題 所以大部分都移到中國去了 可是又一些會被他們摳幣 然後又反傾銷 所以變成我們的市場 就越來越萎縮了 對 加上就是變成說 現在變成是 因為我們變成是我們的 就以像捲線器來講好了 對 其實像我們的 我們這個Okuma的其實滿有名 你看這一顆 這顆也是Okuma 它已經用到這樣 其實還是可以用 是 我手上拿的這一個 就是它一樣 你剛剛拿的那個跟這個一樣 這個是台灣非常有名的 一個捲線器的一個工廠 你說它厲害的地方在哪邊 它的 就我們釣客來講 其實它的CP值真的很高 它這樣一顆大概 3000塊左右而已 可是就是功能其實不差 像以這個大小的 以這個型號的話 我們我最大看過 我們船釣也有人拿去用 我看到我釣有其他一隻 30斤的鴻竿 這可以釣到30斤的鴻竿 就是可以跟它拚 可以起魚 它厲害的地方到底在哪裡 它算是比較不 怎麼講 就是CP值真的很高 然後它算 如果我這樣舉例好了 像我們捲線器裡面 如果以有牌子來講的話 我們一般就是 第一個最好的一定是 享用日本的XIMALO 可是XIMALO其實就在捲線器裡面 就像是跑車一樣 對 它那種就是它速度很快 然後非常的強 可是它非常的靜密 你只要很容易就不小心 就是壞掉 壞掉那個可能就維修費 就非常的高 XIMALO那一個 大概一個要多少錢 如果XIMALO以這個型號的話 像假如說是 這個型號的Sitea的話 大概3萬起跳 這麼貴 那這個只要3千就好了 那為什麼台灣的沒有辦法 倒是3萬塊 我們的市場比較不一樣 因為你就是 你沒有 就是它怎麼講 不同的市場 它本來就有不同的 真的不同的客群債 對 像XIMALO他們就是 本來他們就是用高成本 然後所以堆出的高價值 那其實 但是說真的 你每個人都買得起那個東西嗎 你如果今天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產業是希望大家都 你希望大家都去買 一定是比較平民的 因為你不可能每天 就像我們知道 那個台塑牛排很好吃 可是你不可能每天都吃這個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的捲線器的話 它的功能 以及它的整個的一個製造的話 可以媲美國際等級的 這一些捲線器 但是它的一個價格來講的話 是比較親民的 是比較親民的 一般人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很受國外市場的歡迎 以前我小時候 那個釣魚的時候 最害怕的就是這個捲線器 它在捲的時候會卡掉 對嗎 對 那為什麼 這一個現在的話 齒輪 齒輪做的沒有那麼精密 所以很重要是裡面的搖合 對 裡面的齒輪的搖合 對 那這可以看得到裡面的齒輪嗎 這個通常都會做看不到的 因為這樣才能防水 因為你如果就是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進行海釣的時候 像那些鹽分 其實對捲運器的齒輪 其實非常的傷害都很嚴重 所以它盡量都會做蜜蜂式的 所以它其實就是 各家要怎麼去做防水 還有再來是 如果海水滲入之後 要怎麼把這些鹽分和海水 盡量不要傷害到裡面的齒輪 那就是每間工廠他們的技術所在 這一支多少 這一支 這一支大概1萬3吧 可是它非常的輕 很輕 對 所以手感就不一樣 可是它這上面是不是木頭 不是 對 軟木 那是軟木的材質 這是軟木 對 你說這總共這樣子要1萬多塊 對 這1萬多塊 那你再加上日本的那個捲線器 要3萬多塊的話 下次而已 真的你一般民眾來講 你每次出去釣魚 都是釣得戰戰兢兢的 所以倒步其實有些國產就很好 像如果我們去漁港釣 像我會用這個 我會用這個 這是我們國產的 這是那個明輝的釣竿 它是算是還滿 CP值又非常高的那個雞頭肝 對 然後滿萬用的 你知道嗎 我們根據統計的每一個釣友 你這樣子大概花了多少錢 我這些喔 已經 這個講出來 講出來回去可能會被家人罵 直接講說你釣魚到底花 釣魚這一件娛樂事情的話 你大概花了多少錢 投資了多少 有沒有七位數 應該有 七位數超過了吧 六位一定有啦 六位一定有 因為我才釣 我盡量都是 我這個人比較不崇尚名牌 所以我不會說全部都是用最好最好 那像有些 因為像現在很多人 其實因為釣不到魚 他們就是拚名牌 就是在比名牌看誰買 我那個 對 那個就很可怕 裝備一定要比別人好 對 釣魚釣輸了沒關係 那是我裝備一定要贏別人 就變成我剛剛講的情況 可能它一隻釣竿 這個日本竿 然後一隻竿子可能就2萬多塊 然後再配上一個捲線器 3萬多塊 然後在全身的行頭 可能就是5千 6千 然後那個耳 可能右耳 ASA什麼 全部都要用最好的 那個就非常可怕了 然後你再把一些耗材的成本算進去 還有出海也要錢啊 坐船出海也要錢啊 船吊的話就當然錢就另外算 像我們船吊 我們船吊出船一趟 船隻加上耳料這些耗材 出去一趟 如果是去彭嘉宇 北方山島來講的話 大概一趟大概5千塊跑不掉 一個人喔 對 一個人 那你幹嘛花那麼多錢啊 不過我覺得這就是 釣魚場 釣蝦場對不對 跟他們租個竿子 釣一釣就好了 就在大自然 你釣到魚的那個感覺 那是一種 我覺得這是一種浪漫 你就是釣魚的人浪漫的嗎 我們追求跟大自然 那個相處的過程 那個理事長其實他有拿 他的那個照片 來給我們看一下 他釣到很多的名貴的那個大魚 船釣的 船釣的大魚嘛 船釣的大魚 那你們經常這樣子出去嗎 一年大概會出去幾次 我先前通常那時候 通常那先前大概之前 大概一個禮拜 大概我最高曾經一個禮拜 出去試班吧 一個禮拜出去四次啊 對啊 那如果是按掉的話 你們是調興趣還是調職業的 調興趣的 那如果是按掉 船釣開銷比較大 那如果是按掉的話 我以前在調的話 大概每天下班之後 只要這個月這個潮水 這潮水OK 最近可能哪邊有魚序 那我就跑去了 我記得上次那個寶可夢的那個大師 專門刷寶可夢的 我就說你花了那麼多錢 在弄那些配備上面 他就說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做自己愉快的事情 比較重要一點 那些其實都在其次 所以你花了六位數七位數的話 沒有關係 因為最主要它是一個休閒娛樂 可見這樣子一個休閒娛樂的一個 產值到底有多龐大 我們如果初估 200萬人每一個人花10萬塊錢 那也算起來的話是不得了的 所以這一個產業的話 其實是無限龐大 好 接下來我們要請信復告訴我們大家 剛剛特別講到了這一家 就叫做這個寶熊 那捲線器 他是專門在做捲線器的 來信復他捲線器到底厲害的地方在哪邊 其實這個老闆他滿有趣的 其實他本身他有講說他不是很喜歡釣魚 其實他不是釣魚的一個熱衷者 那是當年陪著他爸爸去釣魚的時候 他覺得其實這個活動滿有趣 然後他又對這個捲線器這個東西 他特別有心 因為他可能本身是學這個機械工程 想要覺得這個東西很厲害 怎麼可以幫助我們釣 因為一般如果你只有竿子在釣的時候 其實很多可能突然魚上來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真的把它給catch上來 所以捲線器可以幫助我們釣魚的成功 而且釣到比較大的 所以他就後來認真的去研究這個捲線器 那也慢慢開始去做這個相關的所謂的代工 那當然每次只要這個有利潤的產品 其實大家就會來學習 來模仿來copy 甚至當時他到 後來到這個中國大陸 去做一個設廠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他也發現 中國大陸的學習是非常快 大概你新的產品開發出來 很快的大概兩三年之內就有仿冒品 而且價格可能比你更低 所以後來慢慢慢慢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就開始去做所謂的自由品牌 這個Okuma的部分 但是當開始做自由品牌 也遭遇了問題 他本來的 歐洲的這個代工的大客戶 也曾經一度警告他說 如果你要自己創品牌的話 那會跟我們的這個市場強碰 那我就要給你抽單 我就要給你抽單 所以經過了這樣子的一個折衝之後 那原來他的最大客戶 後來就沒有下單 但是經過這一番的整備之後 原來的最大客戶 其實後來也不見了 那他現在是成為全球前三大的調具品牌 目前華人調具的第一名 那就像剛剛我們理事長講的 雖然品質上的這個層次 或許還沒有到日本的大廠這麼高 但是其實就像我們一般人 不一定大家都會去開超跑 超跑其實有它的需求性 可能一台800 1000 甚至好幾千萬都有 但是對於大多數可能喜歡 就是釣魚這個娛樂產品 或者是這個娛樂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活動的人來說 你買一個CP值還不錯的 像這個自由品牌的 其實你也可以花小錢 得到一個很大的娛樂 而且釣魚的過程裡面 親近大自然 在這個真的魚釣起來 那個成就感也是滿高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台灣 有很多的一些 可能我們平常比較沒有注意到的 一些小的產業 其實有非常多的隱形冠軍 像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捲線器 它已經做到了全球的前三大 但是在釣魚相關的領域 還有一家台灣的公司 它做到了全球第一大 而且它有上市櫃 因為剛剛我們講這個寶熊 它是沒有掛牌的 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家公司 叫做藥藝 這家公司做的東西是滿有趣 它做的是尼龍蟹 我們知道其實釣魚的過程裡面 那個釣線很多的是尼龍的 那它公司做的範圍 其實不只是釣距 還滿廣的 包括像魚具用品 就是釣線 體育用品 包括像是網球拍 網球拍的 對 沒錯 還有包括這個女性的內衣用品等等 譬如說像之前的這個 網球公開賽裡面 這兩大天王 他們雖然在同場廝殺 但是提供他們武器的 他們手上拿的拍子 或許是不同品牌的 但是其中這個網球拍裡面的這個線 其實都是藥藝所提供的 因為它佔比 其實已經佔有全球大概八成以上 那另外一個就是全球知名的品牌 叫做 Vicoria Secret 維多利亞的秘密 那這個品牌其實坦白說 這個每次這些超模一站出來的話 真的是讓男人羨慕 讓女人嫉妒 那這些超模 當然他們身上的這些 所謂的這個內衣 其實當然價格不菲 價格不菲 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藥藝也打入了 這個維多利亞秘密 它的一個工業 所以你可以發現 雖然它只是一條細細的 這個尼龍蟹 但是公司已經創造了 超過有20億的產值 一年的這個營收 已經超過了20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我們今天 提到這個所謂釣魚的部分 這個就是他公司的產品 有尼龍線 還有水中隱形探數線 其實我剛看到這名字 我也很好奇 後來我稍微研究 就是說 他透過他的一些 比較特殊的設計 讓你的這個 就是通常例如說 我們魚竿拋出去 那個線不是會稍微有點浮在上面 然後他透過他特殊的設計之後 他會讓那個線比較快 沉到水面下 大概會有 然後那在光的折射下 可能魚在看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看到說 這邊有線要釣我 其實是看不到 真的嗎 真的是這樣子嗎 理事長 你們釣魚的時候 像這個釣耳 這個釣耳的話 這個魚都分辨不出來 它是真的耳還是假的是不是 就是一定分得出來 只是它是就像一個 就是你看這邊是 它這個夾是有點在挑逗它 它有時候是好奇 它是攻擊慾望的 那像那個魚線呢 魚線有沒有可能說 到了那個水中以後 魚就會比較趨近於隱形這樣子嗎 其實魚的側線還是感應得到 但是它的切水性會有影響 就剛剛講到那個線比較快沉 其實它就是線子 線那個切水性 所以你們的線也有講究 對 我們線會特別講究水煮 和那個水煮 因為水煮過大變成是 我們的在魚汛的反應上會過慢 對 那切水性好的線 那魚當然就感受會比較沒有 它就比較不容易感受到 那個線有在那邊 所以我們只知道釣魚線 但是不知道原來釣魚線 還分那麼多 對 真的 真的 很專業 真的到非常非常多的品牌 那公司的釣魚線 大概賣到全球有100多個國家 所以其實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這個捲線器做到全球前三大 但是其實它在 不管是網球拍裡面的線 還有釣魚線 其實大概已經做到全球最大 很多知名的品牌 都是請它來做這個產品 原物料的一個提供 那這家公司呢 其實平常它不算是一家熱門的公司 因為它成交量並不是特別大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 最近的股價開始有慢慢從底部上 因為它去年的獲利是比較不好 剛好在做一個轉型 獲利比較不好 不過應該講前年 前年的獲利比較好 但是去年前三季的獲利 已經有慢慢開始回升了 所以近期的股價 也從低檔大概24.3 慢慢慢慢已經 重新回到了三字頭以上 那我覺得以它的這個技術能力也好 它可以打入很多的 不管像是吊具的國具知名品牌 甚至像女性內衣的知名品牌 甚至像很多網球 網球拍的知名品牌來說的話 其實代表它的一個製作工藝 是非常的強 甚至在我們這個所謂汽車的坐墊裡面 那也是有相關的尼龍材質 那之前它公司也吸引了日本的Toyota 豐田商市也曾經一度有入股它 那個入股的價格還比現在高 豐田商市那時候入股的價格 大概在50塊左右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是一家 雖然它是一個很Niche的產業 但是它在裡面做到一個龍頭 其實也算是隱形的 另類的一種台灣之光 好 這其實能運用到的 就是材料的一個科技技術 台灣在這邊的話 其實發展也非常非常的不錯 雖然有多大一種類的 準備了一個人的 資料與最美的之神 上隊客的內部 而定牌 就是直接 ned 那裡有兩種全的 那裡有charger 在cé利用 海外 海外 海外